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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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你就什么都没办法 相信我这次 好吗 算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龙哥 我给小姐选的衣服很适合她的 您看了一定满意 哥 她是谁啊 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 是像音音姐 韩璐姐 安曼姐这样的朋友吗 别乱说 她呀 她没有那本钱 她只不过是一个又油又臭的煮饭婆 普通朋友 煮饭婆姐姐 你好漂亮啊 你看你 又是带我来弄头发 又是换衣服的 你把我弄成什么样呢 美女 来 看看 看看你多漂亮啊 可以啊 来来来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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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圈 转呀 这不挺好的吗 这不挺好的吗 谁说你是又油又臭的煮饭婆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这身装扮 同帅生的孙子 压根就配不上你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 没有人会看得起你 这是我吗 怎么了 怎么还哭上了 别哭了 妆都花了 这 怎么跟你说呢 就好比你做饭吧 金玉满堂那道菜 金瓜和鱼都是不起眼的食材 这鱼下锅之前啊 要经过千刀万销的 脱了一层皮 拆了一身骨 才能变成又软又嫩的鱼块 然后再放到锅里面 又烧又烤 之后再加上炖软的金瓜 这才能变成一道 又美观 又好吃的佳肴 就好比你 在经历过这么多磨难之后 才能逐渐磨练出 你的内涵还有美 你不要因为不了解你自己 你不要因为不了解你自己 就妄自菲薄 总有一天 你会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 他会把你的美丽 和内涵呈现出来 让大家都看到 你是耀眼的 你是独一无二的 明白吗 嗯 铁瓶 谢谢你今天陪姐姐 美军姐姐 你好漂亮哦 其实啊 这都是装扮过的 姐姐平时连头发都不会熟 现在又变成这么丑的样子了 你一点也不丑啊 你是我的漂亮姐姐 小嘴个真甜 那你以后 让哥哥带你去我们店里 姐姐请你吃甜汤好不好 银行到了 赶紧把你的钱存进去吧 别提着满街跑了 你就不怕被人给抢了 可是 我不是说给你了吗 这哪儿行啊 我又不是吃软饭的 我从来不要女人的钱 走 赶快进去吧 我走了啊 对了 那我去哪儿找你啊 我会去方济找你的 对了 我管你叫什么呀 我总不能一直管你叫 商调先生吧 叫我龙哥吧 煮饭婆 你别再管我叫煮饭婆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煮饭婆了 行 美君 再见 再见 哥哥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大姐姐 消息 对了 就没办法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不能让爸妈知道 别摸我 嗯 4 喂 走 来 喝茶 谢谢 对了 你有没有打听到 彩云界的下落 还没有找到赵彩云 不过倒是听说了一件事 我觉得有点不妙 所以赶紧过来跟你说说 什么事啊 你还记得那个叫丁友德的吗 之前跟铁熊的 后来出卖他的那个小混混 我记得 他怎么了 他死了 他之前开的场子都不成气候 越来越没有视力 但也算得上地方上一个小恶霸 有一定的力量 前阵子我听说 他不知怎么了被打了一顿 厂子也被砸了 后来他跑到大饭店楼顶 跳下来摔死了 真没想到 他居然有这样的下场 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像他这种小混混 应该比谁都贪生怕死才对 就算沦落为乞丐 也不可能想不开啊 所以 他肯定不是自己跳下来的 不是被逼的 就是被人谋害的 会要他的命 而且这么不留情面的 只有一个人 你是说 铁熊 对 我看到蔡云姐回来的时候 我想铁熊肯定和他一起回来了 我觉得 我应该没有猜错 要找到赵采云和那个孩子 就非得摘上铁熊不可 而且铁熊回来 说不定就是冲着你来的 春云 你自己要小心一些 当初他非娶我不可 只是他一厢情愿 如今过了这么久 我想他应该不会 再想起这件事了 我猜他这次回来 就是找丁友德报仇的 你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铁熊这个人在想什么 我们谁也猜不到啊 他心里很明白 一旦他回来 就有可能被抓去枪毙 如果没有重要的目的 他是不会轻易回来的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心里面 有点不安哪 师傅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刚来 对了 志文 志强在疗养院 复健得怎么样了 他还好吗 是啊 志文 你们刚刚去看志强 他现在好一点了吗 他 他不是很配合复健 然后也总是爱理不理的 情况不是很好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 我们家里按了电话了 你让他有事没事可以打来 想家的时候就打回来吧 这电话嫌疑装好 我们不就往疗养院 打电话告诉他了吗 可是他一个电话 也没打回来呀 怎么我帮志强弄的点心 还有炖的汤都带回来了 志强他不吃 应逼着我拿回来的 志强现在住在疗养院 可能还不适应 他心情不好 难免会失点性子 你们都不要往西里去 等过段时间 他习惯了疗养院的生活 也就慢慢好了 志强 美军啊 我们现在已经盘下了 无忌的旧店 要怎么重新装修 卖的餐点 用什么方法做 才会和别家不一样 你们两个也想一想吧 妈 开一家店 我们都忙不过来了 要是再开一家店 恐怕就更忙了吧 其实呢 也不急于一时 我现在手上的现金 也不那么多 我们一定要想仔细了 怎么做 才能把自己的特色做出来 这家店虽然没落了 但看着门面还挺气派的啊 十年前 这可是最火的馆子 都是因为吴老板耍手段 贪小便宜又不讲道义 结果弄得连这个店都倒闭了 是 里面全都拆了 外面门牌也要换 明天找师傅来看 是 采云阿姨 采云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 志文 美军 好久不见你们了 这些年你们过得还好吗 真的是很担心你们 怕有人欺负你们 听说春莹在这边开了间馆子 但是也不舍得请师傅 害得你们还有跑堂和下厨 真的是辛苦你们了 行了 铁熊在哪儿 他打死了我爸 现在躲哪儿去了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铁熊怎么杀你罢了 听谁说的 你们有没有亲眼看到 不能只听春莹一个人 说了算呢 你别胡说八道 我爸就是铁熊打死的 陈师傅和很多兄弟都看见了 就算是这样吧 那我当时也没有在场 也没有看到啊 我看你呀 和他根本就是一路的 谁也别想甩得干干净净的 好了 好了 志文 美军 你们也别跟他争了 公道自在人心 好 physically 赛云姐 我想问一下 你来吴老板这家店 又是为了什么 这店是我买下的 怎么能叫私厂呢 什么 这店分明是我们买的 我想这里面 可能有什么误会吧 吴老板已经把契约 交给我了 你们又是从哪儿买的 我们也是当着吴老板的面脉的 我们还有地气和房气 还有律师见证 要是你也有一样的公文的话 那就只能说吴老板一物两脉 我禁止要了契约 没跟吴老板拿更详细的资料 我是怎么了 完了完了 要是让熊爷知道 肯定要跟我算账 不行 不管有没有理 这间店我要定了 哪能输给赵春云 所有的款项我都付亲了 要我退让是绝对不可能的 彩云姐 你打算怎么办 我能打算怎么样啊 我一个女人家只有这家店了 春云 你的馆子开得大 怎么会和我计较呢 你那么能赚钱 给吴老板的这些钱 就当做是施舍了 何必咄咄逼人呢 彩云姐 你开玩笑吧 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要不仗吧 我们现在去警察局 然后去打官司 看一下到时候法官 究竟会把这家店判给谁 谁有闲工夫跟你打官司啊 这家店就是我的 不管怎么样 明天我都会让人来拆掉 走 你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彩云姐 你先别走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到底住在哪里 我想去找你谈一谈 我哪敢告诉你们 我住哪儿啊 你现在有钱有势 万一你找我麻烦怎么办 我真的很害怕 就算我求求你好不好 放过我 让我走吧 我想去看一下你的女儿 其实我只是历劫上的拜访 我想这样不太方便吧 她身体不好 三天两头就生病 这会儿恐怕连床都下不了 胡老板真可恶 竟然一店两卖 妈 你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 彩云阿姨有个女儿啊 你以前就遇到过她吗 这家店的事 必须要先处理 我们现在就去报警 让警察过来看着 如果彩云姐 她敢怎么样的话 就让警察出面阻止她 现如今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帮手 铁熊肯定会亲自出面的 到时候 就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这性如的竟敢羡慕 真的是不了命了 怎么样 找到姓吴的没有 她已经逃出国了 八成不会再回来了 正龙 你有什么想法 义父 你放心 我会派人把她找出来的 我不想见到吴老板这个人 找到她 把她的手脚带回来就行 是 至于那家店 我也不会放手的 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谁也抢不走 你真是笨蛋 现在警察 已经派人在那儿守着了 你想把事情闹大 给我惹麻烦吗 正龙 带人去问候一下 想办法让他们想通了 不要跟我争吴季那个店面 是 是 已经这么多天了 龙哥还没有来找我 难道 他忘了我吗 还是 他只是随便说说 不知道童帅生 会不会知道龙哥人在哪儿 美俊 你发什么愣啊 菜都烧糊了 你这 没事儿吗 没事 你没有桌的饭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对了 那桌是老客人 我自己送去就行了 好的 如果我不把吴季那家店抢过来 义父一定不会放过妈 妈已经挨了一顿揍了 以后的日子可能会更难过 可是 我真的要带人去砸春云阿姨的店吗 要是他们认出我了 该怎么办才好呢 好 这个怎么样 龙哥果然今天又没有来 请用 好 好 谢谢啊 美俊啊 你的厨艺又有进步了 今天的菜真是太棒了 我朋友们来吃啊 都夸奖你呢 谢谢你啊 请慢用吧 好 来 我们吃 好 美俊 现在已经不是用餐的高峰了 客人也不多 我看你前前后后忙了半天了 到后面去歇会儿吧 没关系的 妈 我还不急呢 等客人都走了再说吧 美俊啊 看你今天好像都在找人 是有认识的人要来吗 没有啊 我这不就随便看看吗 好 一下来这么多人啊 欢迎光临 请问是来吃饭的吗 废话 上馆子当然是来吃饭的 那里面请吧 里面有大包厢 什么包厢 吃个饭还犯得着躲里面吗 我们就喜欢在外面 吃得阔一些 找地方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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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们干什么呀 快走 你们干什么呀 快走 快走 你们是铁熊派来的吗 想怎么样 上了门当然是来吃饭的 兄弟们就喜欢位置大一些 一人这张桌子不可以吗 还不快上茶 好 那请问 你们想点点什么来吃呢 你们店里的菜太多 我们得慢慢想 别着急啊 我专程挑了人少的时间过来 希望别让春宁阿姨太为难了 可是 到时候还是要动手 只能尽量别伤害到无辜的客人 但无论如何 都没有办法和平收场了 妈 我看他们分明就是来闹事的 怎么办呀 没事 想好了吗 不痴情走开 怎么 看菜单太久会饭饱吗 我们是吃了霸王餐还是怎么着 你们到底想干吗呀 想让我们放弃无忌的店面吗 我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我们方济不是好欺负的 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 客人屁股还没坐热 就想赶人走 给我砸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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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来了 你们还不快走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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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打了 别打了 走 走走走 去 走走走 龙哥 你们没事就好 这位先生 谢谢你救了我们 对了 敢问尊姓大明 你认识我们美军吗 我只是一个常客而已 我先走了 这位先生 今天就到这儿吧 算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下次再跟他们算账 走吧 好 走 走 只闻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妈 刚才救了你和美军那个人 好像有问题 是吗 我也觉得看到他很面熟 你跟美军都认识他吗 刚才杂电那些人 是他的手下我全看见了 那 那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其实他来过店里很多次 每次都盯着美军不放 鬼鬼祟祟的 我都注意他好几次了 但是没想到 他为了让美军记住他 竟然带人来杂电 假装英雄救美 妈 我听美军能叫上他的名字 估计他们已经碰上面了 说不定 他会说什么花言巧语欺骗美军 我们得小心 不能让美军再受到伤害了 是的 我们绝对不能再让那个小伙子 接近美军了 我们要好好保护好美军 妈 咱们昨天被砸的损失 已经算出来了 添购这些东西 才能恢复咱们平时生意的需求 周温 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把东西都买齐了 一会儿你跟阿望师父一起去吧 好 妈 我想出去走走 周温 这些盘子和椅子要多置办些 你呢 空虽我们去看医生 沙漠去 一样 我看见你是 我个人都不去 那一会儿就急着走 后来哥和妈跑出去 回来后什么也没有说 龙哥 你怎么鬼鬼祟祟的呀 昨天你救了我和妈妈 我还想请你吃点东西 当没向你道谢呢 昨天看你店里那么乱 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 改天也可以 对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方济老板娘的家 应该不难打听吧 对了 我有一样特别的东西送给你 这是那天在裁缝店里面 按照你的尺寸做的 送你的 你送衣服给我 这怎么好意思呢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也可以美美地活着 没事的时候 穿着它出去走一走 让自己开心就好 我先走了 龙哥 谢谢你 要不改天 你到我们餐厅 我请你吃东西 你一定要来啊 把你妹妹也带来 好 这家伙还真会躲 竟然这样都能跟丢了 他这么紧绝小心 果然有亏了 这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脱女拜拜 智文哥已经在怀疑我了 再这样下去 春元阿姨也会知道我的身份 我到底在想什么 义父和妈跟方家的仇 已经无法解决了 我还对美军抱什么幻想啊 我怎么这么傻啊 我和美军根本是不可能的 没有机会的 我和美军的一样 医生 我儿子的情况怎么样 他的精神状态最近很差 他说他想要休息 不想会客 这桥 这桥 怎么了 妈妈来看你了 你怎么一通电话都不打回家呢 也不让我们来探视 志强 到底怎么了 让妈妈进去吧 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好不好 志强 别任性了 快开门 妈专门掀了电来看你的 快开门呢 志强 你快开门呀 妈今天还特意做了 你最爱吃的光饼给你呢 医生 志强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的情况是不是更严重了 他最近对附件的配合很差 而且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里 不理人 我已经多次派人去开导他 而且经常派人带他到户外 去呼吸新鲜空气 但是我想 他还是更需要 你们这些亲人的关怀和支持啊 你们应该多来看看他 这样情况会有所改善 赵春雨女士 有您电话 我的电话 一位姓陈的先生找您 说您拖他问的事有点着落了 妈 什么事啊 哪位陈先生 没什么 可能是武器餐馆的官司吧 我先去接个电话 你们好好劝劝志强吧 妈 妈说什么关心我 却有好几天不来看我 一听见有电话 就把我丢下不管 妈根本就把我当作是个累赘 是个没有用的废物 她根本就不是真的关心我 谁叫我生了这个病 谁叫我生了这个病 我活着还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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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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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酒店的后门 我们从酒店后门进去 好 臣师傅 如果说采云姐 她经常在这里出入 那我们一定能在这里 打听到她的下落 这家酒店呢 最近换了老板 我想八成是铁熊 用赵采云的名字 买下来的 看来铁熊真的是要重整旗鼓 在这里扩充自己的势力 如果能确定铁熊她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报警 让警察来把她抓起来 到时候 绝对不能再让她逍遥法外 嗯 小妹妹 小妹妹 来来来 我来帮你 你怎么一个人 涕这么重的水啊 淳云 这就是你说的小女孩 好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铁瓶 是你妈妈叫你来提水的吗 妈妈说 要把店里的水装满 不然的话 就不可以吃饭了 她真的是你妈妈吗 小妹妹 你长得这么漂亮可爱 你妈妈怎么可以这么对你呢 阿姨 你 你怎么哭了呀 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啊 淳云 没事 阿姨是沙子迷了眼睛 没事的 来 阿姨帮你整理一下头发好不好 这个发卡就送给你了 你拿去带吧 这 太好了 你这个真的要送给我吗 我有发卡了 我真的有发卡了 对了 你妈妈没有给你买鞋子 衣服 或是发卡之类的东西吗 妈妈说我没有用 犯不着花钱给我买东西 这衣服是别人给的 鞋子也是 小妹妹 小妹妹 叔叔帮你提水 你说提到哪儿 那儿 好 我们走 走 这少说来来回回得好几趟啊 怎么能让这么一个小孩 干这么重的活 对了 你都没有吃东西 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你妈妈一直都是这么对你的吗 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铁瓶 龙哥让我偷偷把这个给你 你快吃 别被老板娘发现了 看你的手抖的 来 阿姨来喂你 你们是谁 这不是你们该闯的地方 快走开 这家店是不是铁熊顶下来的 铁熊人哪 我不知道什么铁熊 你们再不走 我就叫人赶你们走 不用叫人 我来处理 是你 方济的老板娘 你怎么偷偷摸摸地 跑到我们店的后门来了 我们店 可不缺你这个年纪的舞女啊 你 你一定是铁熊的人对吗 铁熊回来了是吗 把他给我叫出来 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这家店不是铁熊的 你认错人了 你别再骗我了 这个地方 是彩云姐她顶下来的 如果不是铁熊帮她的话 她哪有能耐 可以开酒店和餐厅呢 铁熊是被判了死刑的罪犯 只要她回来 就逃不了法律的制裁 我已经通知警方了 到时候警方会在这附近 随时等着抓她 铁熊是跑不了的 随便你们怎么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铁熊 从今以后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否则的话 你也没饭吃 明白吗 你是郑龙 郑龙 就是郑龙 你一定就是郑龙 你小时候那么乖巧 那么听话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啊 和你妈一样 这么堕落 跟着铁熊威非作呆 淳于阿姨 我想我妈已经和你 没什么交情了吧 那家店我劝你还是放手吧 否则的话 我还会带着人去打招呼的 到时候你不要连最后的生意 都没得做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你偷偷接近美军 你为了什么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你忘了吗 美军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舍得欺骗她 把她弄得这么伤心哪 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现在给我走 否则的话真的叫人赶你们走 走 我是不会走的 你叫你妈出来 我要跟她当面问清楚 忠于 好了 别和她引来 孙政龙 你不要以为 跟了铁熊这样的恶恶 可怕就会有好下场 铁熊欠下的人命 早晚会还的 淳于 我们走 淳于 走吧 有什么事 你你还要不认识整个儿子 不然好像沙灵 它就像妈吃在这儿 他我用来的 你盯着就算了 她还送我发卡呢 妈 哥 平儿 把这个藏起来 别让你妈看见了 否则又要挨打我 把她收好了 听见了吗 陈师傅 你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郑龙她全变了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她一定是被铁熊这个坏蛋给教坏了 还有 蔡云她这样虐待铁平 铁平她早晚会没命的 你说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样才能救这两个孩子 你 淳云 你别着急 只要铁熊落往伏法 赵采云就没了靠山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把孙政隆 和铁平拉回来 没错 只要我们抓了铁熊 采云就会认罪 这个回 我绝对不会再心慈手软了 走吧 你们请放心 既然局长大人都过问了这个案子 并且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 请相信我们会竭尽全力 推进这个案子的侦办过程 只要一发现铁熊 我们会立即将它缉捕归案 那就拜托了 按照我给的线索 应该不难找到铁熊的 不能 不能 不可 已经找到通缉要犯铁熊了 听好了 集中所有武装警力 全力抓捕铁熊 立刻 马上 是 你这人干吗呢 快去 快去呀 好 各位上完古道 敬口佳音啊 我 我去抓人了 抓人 抓人 拜托了 终于要抓到铁熊了 这一回他一定插池难逃 过去抓铁熊 淳于向来不动有关系 这次他 特地向局长大人陈晴 果然能比警方全力抓人 不再包庇他 我一定要亲自看到铁熊若我 不能让他再有机会逃走了 智雯